秦桑向一连胜提出大家各回各的房间 慕容谦来到秦桑的房间 两个人住在一起 慕容谦无意说起 一连胜怀疑范燕云肚子里的孩子是老三的 秦桑闻言意惊 秦桑去找一连胜提起范燕云 他表示相信一连凯 同问一连胜信不信范燕云 两人正说着 张林芷突然前来 对一连胜儿语几句 一连胜顿时表情严肃起来 一家书房 张希坤提议跟慕容成联合对付李重年 一连胜叹气道 慕容家没有那么好笼络 当务之急是要把老三抓回来 慕容才劝李重年不能相信一连凯 姚市长二人则认为要尽快出兵 秦桑在一连胜那边 一连胜如果迁怒秦桑杀了他 那时一连凯就变成了单身汉 陈培文言提出 到时姚四小姐和一连凯联姻 一连凯就容易控制了 一连凯拜访姚市长 姚市长问女儿觉得一连凯如何 姚四小姐道 三少爷是他见过最好的男人 姚市长又问一连凯觉得女儿如何 一连凯不知其意 夸姚四小姐温柔体贴 谁去到姚四小姐是那人的福气 姚市长文言十分激动 随即宣布出兵服远之前 一连凯必须和姚四小姐玩分 两人都愣住了 一连凯坐在院子里发愁 敏洪玉不明白为何一连凯不愿意 一连凯明确表明不会娶姨太太 因为她母亲就是姨太太 她懂得述出的委屈 一连凯很为难 她想听敏洪玉说一句实话 敏洪玉坦言 从事之中秦桑并没有依赖过一连凯 姚四小姐则怪父亲 姚市长则希望女儿清除里面的厉害关系 姚四小姐主动找一连凯 声称她不会答应父亲的提议 但是会帮助一连凯 他们两人求见李重年 表示她与一连凯成婚可以 但得等到一连凯打下福院 秦桑不在了 才能和一连凯成婚 随后 一连凯穿着扶军少帅的军服 来到李重年的会议室 秦桑代表父亲一级陪会师父院 产出叛军一连凯 李重年文言叫好 立马宣布通电反议 秦桑去看范燕云 还给她带了安胎药 范燕云告诉秦桑 秦后生当初是坐着大帅的专车走的 遇上了埋伏当了替死鬼 她笑中含泪问秦桑 现在是否知道父亲被人杀害的痛苦了 秦桑诈闻噩耗 几乎崩溃 士兵将秦桑带到书房 一连凯直接告诉她老三在一周起兵 而且答应姚市长娶她的女儿为妻 一连胜想问秦桑是否还相信一连凯 一连凯在城外架好大炮 给夫君造成了重大伤亡 令姚市长大为赞叹 韩剑诈安排士兵秘密将秦桑带到院中 一连胜很可能拿秦桑做人质 所以他必须马上带秦桑走 秦桑拒绝了 明洪玉去前线看一连凯 称一连凯仗打得漂亮 让李重年害怕了 一连凯何尝不知道这一点 但他不解明洪玉既是李重年的人 为何帮他 明洪玉有些伤感地说 如果有一天李重年躲下江山 许多事情便不会像以前那样美好了 秦桑和慕容谦二人在房间 听着广播播报现在的形势 秦桑分析 无论输赢 一连凯现在都身陷险 秦桑让慕容谦往柴房放火 从而找到一连一和一级培 秦桑找到关一级培的房间 看着重分后目光待着了一级培 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